珍藏2年半 100的自定义幸运方块 这里边的效果是专属的 哇 这什么 哦 这是个粽子 哦不对 应该是个帐篷 还有箱子 哦 财宝 我是主播 我是视频作者 我不能爆粗口啊 这什么都没有啊 难道地毯下边有奥秘 地毯下边也没有奥秘 怎么办啊 我只剩50万EMC值了 朋友们 你们相信欧皇吗 作为幸运方块人助力 我相信啊 我能用这五个TNT百分百的方块 创造奇迹 有没有可能 哎 有可能 但是这里风水不好 我们得赶紧换个地方 昨天就是在这里 好多亏没了几百万EMC值 怎么感觉这也不太对啊 只剩两个了 兄弟们 只剩两个了 坏了 坏了坏了 这不飞了吗 这哪还有EMC值啊 只剩六万了 来吧 三个普通的 我去普通的都能召唤方块 不是哥们 你这 这召唤的是什么东西这是 还有就是我这个防御力 就直接 我爆炸保护一百啊 哥们 哥们 就这么迷了吗 简单复原了一个盖板的咱们的状况 一点没多 也是这么倾家浪产的状态 那么你不要再坑我了 TNT 哎呦我去了 他又炸了 我的防御力只有两格半 哥们你别再炸了 真的别再炸了 我都不敢多玩兄弟 TNT现在我只敢碰十个 在咱们没有EMC值之前啊 最好还是不要玩TNT了 因为没有EMC值 你无法确定他下一个是不是爆炸 他一旦爆了 那就完了啊 是不是 那就完了啊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少搞点 如果他实在不行了 我们就只能去搞别的方块 哎这什么 一个头盔 才加最大一生命值 这也太少了吧 这会不会又爆炸呀 快跑 我看见这种方块 我现在都害怕 哦 哦让我开到了 我去 而且直接送了四个百分百 朋友们 这四瓶百分百的 TNT 我 来一手 再来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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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祝我 幸运 感谢你们 每人单身十年 反弹无效 我终于 我终于 成功了 在TNT目标 黄金是不是可以 有16000的EMC值 那我可以做一个小锤子吗 因为做一个小锤子 我可能会挖得快一些 刚好 兄弟们 我们所有的EMC值 刚好可以做一把小锤子 这个小锤子虽然不能连锁 但是它的挖掘范围 比我们的正常的稿子 要大得多 你看 这挖得又很快了吗 45个 一卖80多万 咱们不就可以加新鲜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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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别开了 别开了别开了别开了 这个这个开不了 开不了开不了 我也没有精兵我 我现在回血都回不上来 哎呦 这太恐怖了 这个 哎呦 87万是吧 87万 这东西总不能坑人吧 兄弟们 这这 漩涡是吧 三个半能开吗 哦 哎呦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呦 这个好这个好 清净石 清净石我知道 清净石可以直接挖掉 煤炭咱们就不要了啊 然后绿宝石 这也可以直接挖掉 咱也没有石运狗 所以说就直接挖就得了啊 直接挖 看来漩涡方块可以啊 至少我觉得漩涡方块 目前来讲是可以的 我只是想让他 稳一点 给我搞个金苹果之类的 红石 哦对了 咱们在复原资源的时候 忘记把红石给复原了 呵呵 来来来 红石给他 然后就是钻石 钻石16颗啊 直接钻石16颗啊 来来来来来 钻石也是我的 运气还是算不错的 不然险些开第二条命 嗯 再开一个 我这个感觉我打不过呀 买 这是我自己 兄弟们 他拿那个棒棒糖 可是漩涡方块里边的神器 能破甲 我赶紧跑吧 咱不是他的对手 再开一个 诶 战斧 看看什么东西 攻击力才11底 有点低啊 这什么 烈焰棒 这什么 我喝 又是自定义效果 我有福气了 兄弟们